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转告得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大选倒数剩下16天 两个礼拜多一点点 我们看到了第三场的政见发表会 在稍早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那同时我们看到最近 也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 尤其大家觉得最悲痛的 校园的悲剧事件 大家都十分的痛心 赖金德向受害的学生 至上哀悼之意 并且他说他要从几个面向 来着手 让这一些事情能够消弭 还要提升心理的辅导机制 比如说这个面向是蛮重要的 还要推动学生辅导法 相关的修法工作 要落实三级辅导的机制 要更加加强社会安全网2.0 期待未来能够减少相关 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 不过在这里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件事 了解一件事 我是教育界出身的 所以我让大家了解说 在国中小 除了譬如说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或者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他们有附属的小学是属于国立的以外 其实所有的中小学都是地方政府 教育局直接主管的事物 所以换句话讲 这个新北市的事件 是新北市教育局要主管的 不过似乎没有看到教育局 很大方的 或者很勇敢的站出来 把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 站出来讲 这是大家比较觉得难过的 所以才会 侯友宜会面对着 相关的一些议员的批评 说因为新北市没有市长 发生了这件事 侯友宜也没有发表相关的这些言论 应该怎么来消弭这些事件 所以这件事情 家长们非常的关心 那我再讲一遍 中小学直接主管机关 不是教育部 而是各个县市的教育局 另外我们看到侯友宜最近 因为凯旋院也就是大群馆 租金的争议 备受了全国的关注 民进党今天再度踢爆了 在我的看法 也许会更严重 也就是他们家的幼育公司 于是拿着从凯旋院收到的租金 拿去在侯市府管辖之下 他们在处理依职权 在处理的新庄重划区 在那里面购买土地 如果新庄的重划区 是新北市政府 在处理的这些事件的时候 那他的家人 你是市长 你在处理重划区的事件的时候 他的家人竟然在重划区里面 对土地逢低买进 重划完成了以后 那可能就翻倍 所以未来进行都更的时候 那种获利是极为惊人的 如果一个市政府 一个市长 在从事一块土地的都更 从事一块土地的市地重划 或者是趋断征收的时候 他的家人可以去买那里的土地 请问里面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有没有大家想到 里面有三个三十亿的问题 大家在问 所以这个时候 真的要讲清楚 我觉得站在法律的立场 这件事情 比凯旋院会更加的严重 因为这已经牵涉到利益输送的问题 所以真的要讲清楚 另外我们又看到了 蓝白 蒙打 耐清德 老家 这个矿工 工僚的这个议题 竟然是不是产生了反效果 结果激起了 包括民众 包括绿营 还有乡民等等的愤慨跟不满 所以我们看到了 那现在很多的 我们这些乡民们 或者人民 我们香港的居民 跑到了耐清德的老家 去比战 去比二号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尤其比二号的 更多更多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他们是不是跑到老家 要去支持耐清德 所以产生耐清德的民调 已经跟国民党 侯友谊的民调 成成喇叭口 整个拉开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反效果 我们都在观察中的时候 又看到了黄国昌 他今天跑去监察院 带了一群人去监察院 去痛骂耐清德 所以监察院发表声明说 你要做政治操作 不要跑到我们监察院来 这也太离谱了 而当他在讲这些的时候 结果被太阳花 学运当时的这些人 丢太阳花 来抗议他 背叛了太阳花运动 所以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也引起了年轻人 相当的一个震撼 这么多的议题值得大家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台北市立委候选人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阿建 永哥好 大家晚安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洪建益建立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自身媒体员 陈敏凤 大家好 我们的自身媒体员 陈董好 董好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我们秦卫朱 卫朱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政治评论员 余美美 美美 永哥好 大家好 那我想站在一个法律的立场 我要讲说 如果新庄 他的都市计划 正在变更的时候 是侯友宜的职权 而他的家人 竟然在这一块地 重划区里面在列地的话 那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呢 我们看个相关报道 侯友宜身陷文大 凯旋院出租争议 如今又被踢爆侯家成立的 幼育公司 不但持有凯旋院的建物 且多年来 不断在新庄买土地 面积高达111多平 用幼育公司的资金 开始在买土地 是哪里呢 刚好就是在他 担任市长的新北市 就是在吸学生的血 炒自己的地 赖清德近办公开质疑 若没有凯旋院 稳定的租金收入来源 幼育公司 如何会有充分的金流 持续有计划性的购买土地 更要质疑的是 他购买土地的时间点 105年的1月 是106年的1月 在这两个时间点 他担任的职务在新北市 叫做副市长 在111年的12月 也就是他的市长连任之后 这间公司到底还藏了多少侯家的资产 你这样子的购入的情况 其实已经严重的违反了 踩到了公务人员利益冲突 这样的红线 什么方式内神通外鬼 赖伴指出 幼育公司在新庄持有的土地 有两个地号 254号是太太任美玲 继承家产的土地 面积285.94平方公尺 隔壁253号面积246平方公尺 则是侯友宜 自上任新北市长后 陆续收购的 从105年开始 到去年连任市长后 还在买 侯家已经持有地幕的6分之5产权 而且地理位置就在新庄 精华地段 临近新庄体育馆 距离两条捷运线 头前庄跟新庄站 走路都只要10分钟 侯伴则发声明回应 新庄这块地是侯太太的爸爸 早在民国61年购买 当时根本没有新庄都市计划 而76年地基图重测 发现屋子占到邻居的土地 因为地主人数众多 产权分散 历次购买 都有侯太太及幼豫公司负责 目前也还没有完整取得土地 幼豫的眼光真的非常精准 我们的包租侯 一手收租金 一手买地炒地 侯友宜不知道未来 在这个地方都更之后 又要做什么东西使用 炒高房价 还是又要做另外一个大群馆 侯友宜参选总统高举居住正义大旗 如今却深陷炒地争议 被对手紧咬不放 让大家来看一下 耐静总指侯家吸学生血炒地 采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侯友宜家族的幼豫公司 透过收取高额租金后 陆续购买新北精华地段的土地 该区域落都根后利益翻倍 侯友宜不仅吸学生的血 炒自己的地 也恐怕违反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红线 为什么因为这块地 现在正在都市计划里面的相关的变更的时候 这个是新北市政府的职权 而侯友宜是市长 他从副市长到现在 这块地在处理中 那谁知道这个秘密 谁知道这里会要怎么处理呢 另外凯旋院侯妻婚前继承了吗 结果左冠廷提报说 你是婚后13年才取得建造的 再来看看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号 取得凯旋院这一栋的建筑执照 所以啊 婚前继承的是土地 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婚后13年 才透过以侯友宜命名的 友友投资有限公司 取得建造 建造了这栋吸血住宅 当然他给他讲吸血住宅 是很严重的话 凯旋院三年后包租贷管吗 曾药鹏接说 租金没变少 还可以结税 所以昨天佩芬姐 郑佩芬佩芬姐说 上海人很会计算怎么做生意的 因为他太太是上海人 不过在这里应该跟上海人无关 但是会计算这倒是真的 侯家幼豫公司的大事迹 任美龄支付去世是在一九八零年 盖房是一九九六年 在这里继承 所以我们看到了 其实在一九九四年才由任美龄出资 两千四百万成立资本额 两千五百万的 有有投资有限公司 所以其实这是在婚姻关系 存续中所成立的公司 所以这一家公司是应该属于夫妻的联合财产 而不是赵绍康所讲的分别财产 我是律师 所以其实昨天赵绍康所讲这个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法律的观点 跟他吐槽一下 好我们再看 在这里的时候 2001年8月28日 大家看到将优友公司 依女儿的名字变更为幼豫公司 然后再来呢 幼豫公司买了这些土地 任妈妈和姐妹继承来的土地 合计一百平 打包也卖给自己的幼豫公司 所以整个下来以后我们看到了 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让大家觉得原来凯旋苑后面 还有连结到新庄的土地 所以这大家怎么看都怎么不了解 哇怎么这么会从土地赚钱 真的有土私有财吗 妹妹 我们先说 刚刚用狗已经讲很清楚了 因为侯友宜从以前一开始 他就是告诉大家 那是他太太娘家寄存来的 他没办法管 现在被揭开了嘛 早就一九八四年就结婚了吗 不是吗 然后之后土地是继承一部分 之后还陆续有在买别的土地 然后盖房子 当然这个后来这个过程 所买的土地跟所盖的房子 是在婚姻关系存续中 那是属于夫妻的联合财产 共有财产 对不对 是共有财产 所以第一个侯友宜 你过去把一推二五六 说这个是任美林家族的 这完全继承来的 这就不是事实 这是说了第一个谎 除非他们有设立夫妻分别财产制 但是有设立夫妻分别财产制 很简单 这户籍登记部 腾本这些都会有记录 拿出来给大家看 还有法院也都会有记录 是好 第二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从二零零一年开始转移股份 闭人耳目 刚开始他叫游友公司 哇游友 侯友宜太容易联想了 所以叫幼玉 所以一切你财产登记就不容易看得到 第三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凯旋运里头 他真的是 德乐平有买官 真的是赚好赚保 赚美名赚实力 第一个我要讲 其实里面好多个猫腻 大家都讨论过 可是我觉得第一个 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恶的一点 他说各位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事情 他讲了 他说我现在五十几间空着的房子 我怎么样 这个我要提供给 比如说这个有低收入 中低收入户的一个月六七千块 那就只要一万块租金 马上赵少刚说这叫人治意境 那以前为什么不做 我现在 为什么说五十几间放着空 空到现在出事情了 太太讲出来说 他要这么做 你知道吗 悠哥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好不好 一月月月算半 五十几间空着就是空着 收入是零 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这又拚现金 年底打折大清倉 他如果一金收一万块 他也是贪 你想想看 你一家就贪多少 然后呢 他可以博取美名说 我要提供给中低收入户 那各位现在知道了吗 他这都是假贪 用这个来转移交点 其实他都是赚 这是非常可恶的 那你如果你真的对中低收入户 最弱势的学生 你现在直接贪 你不要再贪这个钱 你直接提供出来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他老早就可以做 为什么这五十件要空着 因为如果给这些弱势学生 或等等的话 会降低他其他的租金 是这样子吗 大家在问 另外我要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加值营业税 你公司来管理这些房子 加值营业税 为什么要文化大学付 文化大学 他的钱只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学生的学费 一个是政府的补助 当然他们校友也会捐献 但是那个大部分都是专款专用 我要问一下说 你加值营业税 让学校来付 这个钱不就是学生的学费吗 不就是政府的补助吗 那这样子等于文化大学 所有的学生都被你剥削了一点点 是不是这样子呢 大家现在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东豪 怎么来看 尤其凯旋院改社宅 苏仁说你有心照顾青年 立刻降房租 或者将房子捐出来就好了 怎么讲呢 不可能捐出去 因为这个钱不是像万灵的 老家那个不到一百万的 其实是 那好几亿 那是好几亿 我觉得侯友宜 是认为二零一八年 凯旋院已经被检验过一次过关 所以他就没有来去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我看记者会 包括任美宁女士的一封信 公开信 然后金武冲也出来主持这个记者会 我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应该到此结束 至少应该做停损跟止血 因为他也有讲说二零二六年 主要到期以后要做 做社会住宅或青年住宅的使用 为什么要到二零二六 这个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就是说 他说因为他有合约 抱歉啦 没没没 先不要急 先不要急 我说一下 我本来认为 这应该就是一个止血的动作 标准应该要止血的 可是 他的同学也是他的律师 陈嘉尧律师 化舌天竹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侯友宜的房子不是没有缴房屋税 是因为只有一间达到课税标准 只有一间 一百零三间 只有一间 不晓得他要到这里 我记得当年是九十九个门牌 九十九 后来一零三 后来改为九十九 因为一零三有的好像不晓得合不合法 那 网友宜就是用九十九 九十九里面有一间达到房屋税的课税标准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面积加上 那个土地限制 你有达到标准才会有房屋税 其他的都没有 你知道那一整栋很大栋 当年侯友宜为了那个九十九个门牌 跟人家讲特别他设计 他自己在四行大的时候 任内就跟朋友说 所以是特别设计的 因为没有人盖房子 会盖一间房子 可是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二零一八年被讲过 我只是讲一件事情 我还在缴房屋贷款 我也有房屋税 我的房屋税 大概会比侯友宜的凯旋很贵 高 你的房屋税交的都比侯友宜多 一定的啊 你几平 我六十平啊 我在竹北啊 然后他那么大一栋 只要缴那一间呢 然后他跟我讲合法 相对剥夺感 他跟我讲合法 你如果在台北的 在台北的人 我是竹北嘛 你如果像现在 你去买一个两房一厅的房子 两房 一厅的房子 台北市 这几年主力产品要三千万 三千万 你一定会被贷款 你那一间两房一厅的房子 在台北市的房屋税要多少 你的面积一定比侯友宜 那个九十九分之一的那一间要来的大嘛 大很多 因为他一间只有五平而已啊 好 因为后尾认为他二零一八年都过关 你知道这里面产生多少问题 第一个 你跟文化大学解约 解约前你要你的家子家子营业税算文化的 所以才会有那个每年五%的问题 然后然后呢那个那个是学生的问题 然后呢你你你你委你委托二房东新售集团 帮你贷款之后 房租变成一个月要一万六到一万七 缴房租的人是爸爸妈妈 因为学生是不工作的 我们是有在工作还可以付贷款 再过来 你平均单价 你算下来现在凯学院 平均单价比一零一 差不多三千到四千之间 三千零九十 三千 租房子 有在台北市租房子的人 会怎么去看那个学生宿舍 你知道吗 这边有学生 有学生的爸爸妈妈 有租屋的人 陈佳瑶奖了房屋税之后 像我这个 又贷款又要缴房屋税的人 会觉得很好笑 四种类型的人 然后侯友宜一直讲 我们是合法的 你要选总统的人 你都没有发现 你的我是合法的 这句话的后面 有多少的荒谬吗 这是一种脱法行为 不过我让大家知道说 绿控侯拿凯旋院的租金草地 那赵少康说管人家一堆 你管人家干什么 问题是新庄重化区 是你新北市政府的职权 是你在重化的 你知道每一块地的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的 你知道的 你的家人可以在那里列地 在那里买地 所以大家在问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出来 似乎又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 一开始当然侯友宜没有马上回应 那现在他回应了什么 大家也都在问 新北市新庄 这栋看似不起眼的老旧房屋 其实坐落在新庄的精华地段 距离捷运新庄站只有600公尺远 这里就是侯友宜夫人 任美林所继承的土地 赖清德阵营爆料 侯家在这附近拥有的土地 不止这一块 他有计划性的在购买土地 在新庄购买土地 254号之前因为继承的关系 所以他在侯友宜的太太的名下 而253号的这块土地 我们看得到是后来侯友宜的家族 陆续收购的土地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两块地 都跟侯友宜相关 进度收到现在只差六分之一 就完成了收购 继阳明山的凯旋院之扣 侯家又被执移在新庄炒地 而买地的幼玉公司 前身就是以侯友宜名字命名的 友宜公司 1994年成立 96年取得凯旋院 也就是大群馆的建造 2001年友宜公司更名 改用侯友宜女儿的名字 命名为幼玉公司 之后也逐渐将股权 转移到女儿名下 过去曾被揭露 侯友宜三位女儿 分别在17岁8岁4岁的时候 就是包租婆 年收足千万元 到了2015年之后 完全转移到她的三个女儿的名下 在那个之后 我们在侯友宜的财产申报上面 就再也看不到 这间公司里面的资产 如今幼玉公司又陆续 在任美林继承的土地旁 买进新庄复兴段土地 让绿营觉得有些似曾相似 凯旋苑的土地其实并不完全是继承 其实现在发现时序来讲 1993年到1994年之间 其实也有购买其他的土地 所以买完之后才建大群馆 那现在发现 他们炒的新庄的这个土地 其实也是逐步的购买 所以现在被很多人质疑说 哇 是不是手法是很类似的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请侯友宜 你们自己说明清楚 因为是你们家的公司 市长怎么看 绿营说这个凯旋苑是继承的 面对土地房产争议口友宜不多说 此次大选逼近若无法适宜 恐怕影响选情 所以阿祖姐 我感觉如果站在发路的问题 新增这个事情会比较大 因为那个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不会啦 为什么 第一个新庄重画大概超过20年了 我记得以前我在新北市 那时候台北县当这个观光局长的时候 那边就在重画 而且所有的重画都要公告 都要资讯要揭露 所以他不是秘密在那边画 然后只有少数人知道 然后偷偷去买一块地 所以我觉得新庄的土地重画 它时间长达20几年 而且资讯是要公开的 重画完了都还要去公告 你有意见你还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不涉及草地皮 因为那个资讯都是公开的 任何人有钱都可以去那边买一块地 问题是你买不到啦 因为你没有资讯 你怎么会买得到呢 所有的资讯都是要公开的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说 这个部分不牵涉到草地皮 或者是说资讯不公开 只是一个观感的问题 法律上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观感是不好啦 那不用讲了啦 在法律上它是完全没有问题 你可以去投资 这个不牵涉到任何 好像违规违法的问题 不过如果内政部 他送到内政部 内政部在审核说 这块区域计划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区段征收 要不要核准的时候 就我叫人赶快先去买地的话 我相信我来政部 有一个时间顺序嘛 刚刚我讲就是说 他在很久以前台北县时代就在重化 那时候跟侯友宜都没有关系 那时候侯友宜根本就不在台北县 他好像当了八年的副市长 我在当官传局局长的时候 县长叫周锡伟 那时候新庄重化 你是周锡伟的时候 他是朱立伦的时候 当了八年的副市长 那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李鸿源说 新庄重化区做得很好 还带很多记者去观摩等等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新庄重化 他历史非常久 然后资讯是充分的揭露 而且这个当中不存在所谓当时的那个市长是侯友宜的问题 还有争议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任何违规违法 明方怎么来看 今天爆出来的 他在新庄重化区 这是新北市政府的职权 结果他的家人在那里列地 这当然很严重 因为他是分批买这个地主有二十个 我说实在的 你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 你怎么去找到这个地主二十个人 然后分批的从二 两千一一年到两千 到今年还继续再买 你就分批把这个 二零一一年开始买 如果二零一一年 侯友宜已经在当副市长 他在当副市长 就是那所以说 你有没有利用你副市长的 这个所谓的地位或是职权 那你的太太有机会去接触这些地主 这是可疑之点 如果是我们是一般人的话 一般新北市民 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地主要去哪里接触 我们即使看到公告资讯 但是我们也不认识那些地主啊 那我们要去找谁买 所以说你而且你这个东西 因为他产权非常的分散 总共有分了二十几十 二十几个人 那他是非常有耐心 从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六年 然后先买六分之一 又买六分之二 然后二零一七年又再买六分之一 二零二四年又再买六分之一 那请问一下这个这么有用心 这么在 精准 对这么在在经营 就对准这个目标 我就是二十个这个地主 我通通给你买了 我请问一下 一般人有这种能力吗 那地主 我请问 如果你是地主 明知道他在这个新庄体育馆的前面 未来要发达了 你为什么要卖这个地 你问我 你当有钱赚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卖这个地给任小姐 市长的老婆 给市长老婆 那时候副市长 不是 从副市长买到市长 从副市长买到市长 连任以后还在买 连任还在买 对 连任之后还在买 我是觉得说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是会蛮大的 因为这个牵涉到 利益冲突回避法的问题 我记得新北市曾经有一个议员 他在质询的时候说 某某路一段开了 某某路二段 某某路一段开了 某某路三段开了 某某路二段为什么不开呢 结果被监察院罚一百万 他莫名其他说 我为什么被罚一百万 我这个质询不行吗 他说利益冲突回避 因为某某路二段要开的 其中有一小快递是你家的 所以你这样子 质询是违反利益冲突 被罚一百万 有这么一件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你在规划的 重划区 你的家人可以去买 所以大家在讲说 这问题蛮严重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 侯市长或副市长认为规划 我刚刚讲就是说 他整个规划 花时间很多年 在报内政部通过 还要公告 公告之后 他才能定案 所以这个前期的规划 应该不是侯市长认为 其实这块地 包括温宅俊 都是我在当部长的时候 他们才送上来 所以在侯友宜 他在当副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也还没有完全 也就是说 新北市政府要核定 那时候是他们在核定的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 不过我想 大家看到这个以后 那这个问题到底会怎么样 我想就让 大家慢慢来看 看到说侯友宜 她怎么讲 她的太太怎么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期杨 他们都看不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期杨